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想講的題目 我也是台灣人 我們主要是想要解決 外域及幸運在在台適應的問題 然後大家知道台灣其實很多 就是外籍新娘在我們台灣這邊居住生活 然後大家可以知道就是 在台灣外籍新娘是有 在台灣的人口是佔吉他嗎 就是知道可以拿那個小禮物 請大家踴躍幾首 快點把手拿來 七八 七八 對 兩八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這高還是低 就是 9.10 9.10 9.10 這就像他的副手像嗎 因為這很接近的數字了 對 他可以有他的少數點才 全能副價往快 高一點 高一點 好 快一點嗎 哦 在第一點 2.2 2.2再來 2.1 差一點點 然後我等一下可以公布正確答案 你剩三分半鐘喔 那我們今天做了一些 我們在做這個主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做了一些資料收集 然後我們也用了一些設計方法去歸難他整個事件的 就是外籍西牛來台灣結婚的事件始末 那大家通常都會覺得他們是為了錢來結婚的 或者是為了一些就經濟上的問題 其實不然他們也有為了這個感情 或者是對於我們台灣的憧憬來台灣結婚等等 那我們也整理了他的這個厲害關 就是Stateholder這個關係圖 那最後還是要回到大家知道幾趟 我們剛剛有人說2.2嗎 其實這個答案非常接近 然後2.1在2.2沒有2.1之間就是 當然就是2.1四 對難猜 2.1四大概等於台灣總人口出的五十萬人 那這些外籍片有五十萬人這麼多 那他們生下來的小孩叫做新台灣之子 也就是我們所會說的新二代 新二代的這些數量大到可以組成五個城鎮 並且還可以選出三十個立位 然後其實人口結構已經悄悄改變了 然後再講明白一點 其實台灣每四個新生合 只有一個是新移民的二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察覺到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台灣這邊 第二個紅色蘋果那邊有 就是講到說我們的外籍新娘 大概是哪一國的人這樣 通常都是對岸來的 然後還有越南人跟印尼人 可是大家看到最右邊那個蘋果 就是其實你看 我們這邊有越南跟印尼的一些外籍新娘 但是我們對它的一些 就是貿易或是雙邊交流的一些數據並不升高 然後台灣這個對外籍配偶及新二代有什麼 你們覺得 那台灣對給外籍配偶及新二代網路平台資源 就是這樣 就是假設我今天是一個外籍新娘 我今天想要在台灣的網路上 找一些我可以用的資源 但是我看到的確實不是我國家的語言 然後並且就是有一些 居然還連到自己國家的外交網站 就是覺得很奇怪 這就是很工智的一些東西去嫁的網站 然後並且就是還有利用我們Facebook 做了什麼政府計畫的粉絲團 可是這你看就是真的是沒有用 因為它只有七千多個站 我們剛剛五十萬人 其實就是根本沒有幫助 那我們這次想要提出的就是說 剛才一件事我們要友善的對待外籍配偶及新二代 然後解決他們的 解決他們的基本生存的一個需求和需要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在那個新移民二代的教養上 跟給他們方便上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我們這次提出的提案就是一個比較像是友善地圖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用他們母語去做一個台灣的那種 就是台灣的生活地圖 讓他們可以就是去找到自己國家的飲食文化跟社交那樣 像上次在台北社當然那個就是有一個聚會這樣 開災節 對開災節的聚會 那我們希望可以把這2.14的力量就是 慢慢變成很高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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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幫助我們台灣可以跟東南洋經濟友善關係 謝謝